我覺得觀眾是讓一部電影圓滿的元素 我還是期待我能透過我的經驗 透過角色能夠給觀眾一些力量 或是一些新的視野的打開 其實我拿到劇本的時候 我就發現劉愛這個角色的空間非常的大 本質很樸實的 又相對有一點狹義精神的陪友女 她又從事的是這樣的一個工作 到底要怎麼拿捏這個角色 其實我的方向一直非常不確定 然後一直到某一天我突然覺得我這種不安 好像跟劉愛在接到這個事件這個任務 其實是很貼合的 我首先先讓我的武漢話 希望自己不只是背台詞 我希望我可以如常的跟無北人交流 還有去劉愛這個角色居住的屋子裡面住了一個星期 然後其實那個環境是會讓人非常害怕的 很漆黑然後幾乎沒有燈在樓道裡面 然後你甚至不知道你走在樓道裡 會不會突然有一個人衝出來把你拉進去 我覺得我在那個星期裡面的生活 我是充滿了不安全感跟害怕的 其實在片裡面我自己一直背著一個綠色的包包 幾乎那就是我全部的家當 那是我所有的支持 所以我最緊張的時候我都是抱著她的 她說她人生的第一場情遇戲的第一顆鏡頭 然後我們兩個就在船艙裡面她躺著嘛 然後我就在上面 我們都已經醞釀好情緒 然後導演就安排了一艘快艇 從很遠的地方要開過來造一個浪 就很大一個浪鋪在胡哥的臉上 我就看著她一個大浪鋪在她臉上 我們兩個都行 然後她說她第一顆情遇鏡頭就如此的結束了 就喊咖然後就結束了 她瞬間